今天小刚搬家 他在整理旧书籍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笔记本 当小刚看到笔记本里记得账时 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想起了他与父亲的一段谋事 记得小刚当年努力学习考上了一所大学 但在大一的时候 因为同寝室的室友都喜欢打电脑游戏 慢慢的小刚受到他们的影响 也开始迷上了游戏 后来他们除了上课就泡在网吧里 当放暑假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 因为没有电脑玩 小刚便谎称无聊 提出想去父亲打工的城市住几天 后来小刚来到了父亲这里 他被父亲居住的环境惊呆了 号称月入五千多元的父亲 竟然在一栋六七平方米民房的阁楼嘎拉里生活着 里面除了一张铁架床 就只有一个到处吊死的堂瓷盆 上面搭着一条 已看不出本色的旧毛巾 小刚你一个人先待在这里 我把腰先去跟住了 晚上下班回来给你煮饭吃 后来小刚为了知道父亲到底做什么工作 他悄悄跟随父亲出门 来到一处冷库之后 看到父亲在搬堆在厂门口的箱子 把箱子运到推车上之后 再送往冰库 父亲弯着腰 扛着大箱子走几步 来回往返很多次 每一次都非常吃力 躲在几十米开外的小刚 清楚地看到父亲腿上抱起的青筋 他从门卫那里打听到 父亲每般一箱才五毛钱 小刚当时心里难受极了 原来父亲赚的都是血汗钱 他当即决定以后不再上网 要好好学习 后来父亲在小刚开学前 取了四千块钱 给小刚当着学期的生活费 但最后小刚只要了两千块钱 但后来开学后 小刚还是经不住室友的诱惑 他一如既往的 又开始和室友整日泡在网吧里 现在还学会了去KTV唱歌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两千块钱生活费很快就用完了 妈 我前段时间生病了 身上的生活费都去医院花掉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打点钱过来 小刚开始和母亲洒起荒来 喂 小刚 我在你学校打门口 你快出来 我给你升级来了 原来父亲听母亲说小刚病了 迫不及待坐着火车 就来看小刚了 五十多岁的父亲 看上去像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小刚从远处看到父亲老太龙中 一脸疲惫 身上还背着一床棉被 爸爸 你怎么不直接转账 好一次 这么辛苦还费钱 不听你妈妈学你饼料 何地来看看你 现在你干就这么样料 你不要担心生活费 你只有吃好 哭好 延好身体 这样才能休息好 天冷料 这是你妈妈自己争的棉花 给你做的辈子 小刚听到父亲的话后 只好念如着说 我已经好了 后来小刚接过生活费和棉被 想带父亲去学校的招待所居住 但被父亲拒绝了 有了钱的小刚 很快和室友又去网吧打游戏了 夜里返校时 他和往常一样 从老地方翻墙尽校 但他突然看到了前方的父亲 他的心一下子疼了起来 昏黄的路灯照着他的父亲 父亲围在那个墙角 身下垫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纸箱 此刻 父亲正把身上的棉衣 裹了又裹 而自己高中时围过的围巾 正紧紧地缠在父亲头上 小刚回到宿舍 连夜把关于游戏的所有账号 一口气都删除了 自此以后 小刚再也没去过网吧 也不再浪费一分钱 也就是从那天起 他准备了这个记账本 后来过了几年 小刚的父亲因病去世 给小刚留下了20万的存款 试想这存款 父亲生前得要扛多少烫纸箱呢 这哪是存款啊 明明就是沉甸甸的父爱啊 以前我一直以为 父亲生命不好 没有生活的福气 原来他只是习惯 把一切都给了我 今天的我们 也许刚为人父母 也许正慢慢变老 但不论怎样 我们都跟小刚一样 曾经也是一个不安世事 不懂得父母辛苦的孩子 而我们的父母 虽然不需要像小刚父亲一样 驮着背 弯着腰 在冷库吃力扛纸箱 但他们对于我们的爱 却跟小刚的父亲一样深沉 人这一辈子 我觉得最亏欠的就是父母 知道了吗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